因為這個禮拜我們沒有開提名策略小組 所以一切都是在徵詢的階段 下禮拜 目前決定下禮拜一 我們會開下一次的提名策略小組 那送下週三的中時會來做最後的決定 那應該會 也一定會 在這五個 剩下的五個選區都一併會處理 所以我昨天說嘛 月圓的時候人總會團圓 我會利用中秋節來處理這些 可是國民黨沒有團圓 那個郭台銘的參選的 你覺得離非函家園有沒有越來越近 你覺得離非函家園有沒有越來越近 我還是比較喜歡非和家園 那你覺得郭台銘要參選這件事情 對你們來說有評估過 對總統的 我們可以做任何未來選戰策略的評估 但個人的動向我完全沒有辦法做預測 所以也要等到動向底定之後 我們才能確定我們下一個階段 整個的選戰策略 不過你們現在那個跟史達利昂 因為一直都沒有談後續的部分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可能希望 有可能讓黃國昌出來選總統 我之前說過我們兩邊的主席室的幕僚 都有在聯繫 那我現在我所知道 我們羅秘書長也有進一步要做 下一個波段的聯繫 那我希望至少 雙方如果秘書長能夠先見面談一談 延續過去談的這個基礎 那也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我期待這個能夠儘快的進行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的人民也同樣 受到這樣的保障 但在中國要求這樣全面的 有自由民主人權 是一個比較難的一個要求 但是如果今天中國想要 越上國際舞台 他不能忽略這一塊 這個是跟世界文明的接軌 但是我們會從 法治面跟人道方面 我們全力的來關注這個李孟居他這個案子 那我們所能提供的協助 就算有限 我們也要盡全力的來協助 他的人身安全 跟保持這個順暢的一個聯繫 那也要呼籲所有台灣朋友 就是如果到接下來一段時間 有要到香港 或是說可能有要到這個中國去 不管經商或是各式各樣的生意 或是去旅遊 都要特別注意 就是自己的人身安全